先议员张美惠长期关怀弱势协助社福团体 那么近日也透过她的人脉连接一位爱心人士 愿意资助三个社福团体各十万元的捐款 并透过分享会说明未来要如何运用这份爱心善款 在先议员张美惠引介之下包括了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 花莲县肢体商产福利协金会 花莲县身心障碍协会等三个团体 在岁末年终之际各获得十万元的捐款 张美惠特别安排一场简单温馨的分享会 希望让社会大众知道生障团体和社福机构运作不容易 很需要大家的帮助 有一位爱心人士很关注花莲的弱势团体 跟一些偏乡孩子的就学跟课业辅导 还有生活照顾的这方面的一些心 所以她的心意问我说有哪些可以推荐 可以让她知道可以来帮助的 所以我就列了一些清单 列了这个团体很多 那后来捐款者就指定说 今年就先捐三个单位 那有这个十万元是很好的一个资源挹注 那我今天也透过这个分享会 其实也要让社会大众让乡亲知道 这些团体他们其实在平日的会晤推动上 要服务会员还有这个照顾对象的 这些一些计划的一个推展 真的很需要经费 很需要大家的帮忙 那透过今天的一个简单的温馨的分享会 希望让大众能够知道他们遇到的困难 那也能够伸出援手 大家一起来关心所有的生长朋友 弱势团体 还有一些孩子的助学计划要推动 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的处长 肖文荣感谢有这十万元的善款抑注 将有助于展望会在瑞税红业设置据点 来协助偏乡青少年学习独立生活 让给孩子一些梦想 就是我们想自己在社区里面 自己来做烤披萨 让孩子都会去行动摊车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据点可以弄成一个孩子 一个青少年公民的小商店 让孩子学习自立生活之余 他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来增加自己的零用钱 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是一个 培力性的一些计划 在红业据点 华林县深薰障碍协会理事长李志诚这表示 这笔金额会用于访查会员家庭 协助落实照顾需要帮助的会员 我现在的反响就是说 我如果我有多余的资金 我想要就是做一些我们会员家庭的放茶 然后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会员 而华林县智体商产福利选经会的景万柴他表示 协会没有向会员收取年费 因此这笔经费可以执行年度要举办各项会务活动的费用 让会员的生活可以更充实 先元张美惠也呼吁大家 关心若是身障团体遭遇到的营运困难 伸出援手 也支持所有深入社会各个角落服务的社福机构 接着你会欢迎市报道